第1409集 方平说得跟玩笑似的 瞥了一眼那位妖族 八位 方平上下打量了一下 好像菜市场买菜的大妈一样 在扫视菜品的好坏 随意瞥了一阵 方平侧头和趴在一旁的苍猫随意说笑道 别瞎看啊 有些妖族是不是吃的 吃起来味道也不怎么样 苍猫无辜的抬头看着他 本猫没看 八位妖族脸色变换了一阵 有些受不了他们的目光 有妖族轻哼一声 很快八位妖族顿入了虚空 没再露面 方平的眼光太让妖树伤了 这时候 云灭笑了笑 没再看方平 眸子里却是寒光蹦射 方平 好大的口气 他确定了 方平精神力不如他 他和方平交手 有把握封印了方平 没了本源道增幅的方平 真的是自己的对手 那可未必吧 方平有何资格俯视他 缠了长生剑 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云灭心中冷哼 踏空而行 随手丢出一枚印章 下一刻 李老头所在的区域 虚空震颤了一下 圣人令 那边 天剑低声说了一句 微微凝眉 这枚圣人令是封天一脉 无意得到的 还是杀了一位古圣得到的 而云灭的这一举动 也很明显 封锁虚空 这往往是死战的标志 一方不死 虚空不破 这是不给人逃跑的机会 圣人令 方平端起茶杯 抿了一口 笑了一声 说得意味深长 哎 你怎么知道我想收集这个 真的太感谢你了 这一刻 身旁几位圣人忽然感受到了一股 彻骨的寒意 大战 瞬间爆发了 云灭并没有一来就封印 李老头的本源 显然 他还是想先试探一下的 不过他找错了对象 李老头今天好像是哑巴 一句话不说 上来就开大 一道剑盲 贯穿了天地 诸天剑出 魔舞剑 无数英灵出现 人人如剑 剑破四重天 瞬间杀出 杀杀杀 喊杀声 回荡在整个天地 一位位英灵 鸣鸣五声 却是让喊杀声 响彻虚空 震荡人心 李老头脸色平静 杀强者 他没试探的意思 或者说 只要是敌人 他都没有试探的意思 就是全力以赴 他杀敌 多数都是一招斩杀 不如他的人 一剑就得死 比他强的 一剑不够 就是两剑 方平端着茶杯 看向那边 微微醋眉 不是李老头不强 很强 财政到绝颠的 李老头这段时间 力量掌控度又高了一些 自身实力也增长了一些 爆发出来的实力 和绝颠七八段一战 也未必会输 不过 对面的云面 的确不是弱者 哪怕一开始 有些手忙脚乱 很快却稳定住了 精神力爆发 就在这一刻 云灭精神力 凝聚成枪 无数杆长枪 标示而出 虽然被剑芒 不断击碎 可云灭精神力极强 强大的魔武剑 在瞬间击碎了 上百杆长枪之后 彻底消散 云灭脸色 微微发白 确实面带笑容 李长生很强 比他预期的 要强大一些 不过 哪怕不封其本源 他也有把握 击溃他 云灭精神力 击溃了魔武剑 下一刻 再次凝聚出 无数杆长枪 化为枪阵 从四面八方 杀向李老头 冰山之上 风云道人 微微叹息道 长生剑 还是弱了一筹 云灭 毕竟是地级 尤其擅长精神力 如此下去 他话音未落 让人震撼的一幕发生了 李老头沉默中 脚踩虚空 身体好像枯萎了一些 速度极快 无数杆长枪 密布在小小的空间中 李老头却是如同鱿鱼 眨眼间 穿透了枪阵 还在操控枪阵的云灭 微微有些意外 就在这一刻 李老头气筋内敛 好像垂死之人一般 轻飘飘地荡出了一箭 云灭还在撤回精神力 准备继续包围李老头 外围 忽然有人喝道 方 天剑 就在这时候 方平眼冒神光 手中斩神道一闪而逝 下一刻远处天剑 撞破了虚空 扑吹一口鲜血喷出 海鱼和清末如临大敌 瞬间爆发气急 遥远的远方 第一窟禁区中 六道气急也随之爆发 震荡三界 方平面色如常 看向天剑冷漠道 你再敢插一句话 今日必杀你 哪怕人族损失惨重 在所不惜 信与不信 你可以试试 天剑脸色难看 却也有些忌惮 就刚刚那瞬间 方平一刀斩入他的本源 差点重伤了他 幸好 此地有三大圣人 否则单对单 他对上方平 很可能不天贵的后尘 方平冷哼一声 眼神极其不善 环顾死方一言不发 却是胸光大貌 显然 再有人敢掺和 他就准备发飙了 天剑的一声防 让云灭瞬间 收起了大义之心 下一刻 精神力密布自身 身上更是出现 一套银色战甲 就在战甲浮现的瞬间 朱天剑直接 洞穿了精神力防御 叮的一声 刺中了战甲 一声剧烈的响声 震耳欲聋 外围的一些 九品敬舞者 直接蹊跷流血 不少人急忙倒飞 也有一些人 直接坠入海中 被海水腐蚀的 金身屈屈坐下 云灭也是倒退树部 忍不住露出骇然之色 低头看向铠甲 只见战甲之上 居然出现了 一道小小的裂缝 哪怕迅速在修补 也难掩他震撼之色 这是圣兵战甲 他自身也有地级战力 能一剑击破战甲 代表这一剑 超过了战甲的承受能力 当然不代表李老头能打破圣兵 而是他有诸天剑在手 这也是强大的神器 锋利无比 这代表他的防御被击破了 云灭震撼 怎么可能 自己是地级 李长生如何能轻易打破他的防御 若是没有战甲浮现 没有精神力回防 这一剑 他金身绝对要被切开 这也代表他手战对战真神 反而率先受伤了 长生剑客 这一边 方平和天剑交手速度极快 已经告一段落 那边也才刚结束 这时候 雨薇这位圣人忍不住感怀道 人杰 看到他 本宫好像看到了一人 一旁 龙羽化身的中年也迅速道 不错 我好像看到了战天地的崛起 战 方平没说话 这一刻 其他各方也在议论 金儿砖 以战为生 放弃一切只攻不防 力量掌控度高达九成 权力一点之下 破坏力再加两成 放弃了一切的李长生 就是为战斗而生 一位全弓形剑客 160多万卡的极限气血 掌控力度居然高达九成 非但如此 他展出去的剑 比寻常舞者好像更强大 哪怕力量是一样的 再加上战法和神器加成 此刻的李老头 说起来并不比刚入地级的一些人弱 前提是 对方掌控力一般 殒灭对力量的掌控还算可以 可实战经验不足 若不是天剑插画 很可能会斩碎金身 这一剑 无功而返 李老头脸色也微微发白 方平再次瞥了一眼天剑 眼中凶光大盛 天剑脸色难看 这次却是没开口说什么 他感受到了 他再开口 方平也许真要和他生死搏杀 哼 方平一声冷哼 也没再说什么 天剑这家伙并非只有三位圣人在 他们也担心方平下黑手 其他六位圣人一直在关注这边 稍有动静 马上就会撕裂虚空而来 九位圣人方平现在还没能力杀他们 观战的人都安静了 不少人也是眼神闪烁 这一次他们也看出了一些东西 云灭不弱 可战斗经验不足 战斗的时候居然小觑了对手 小觑了刚刚那引而不发的一剑 差点吃了大亏 这一点一般情况下 哪怕九品无者也很少会忽视 因为越是隐而不发 越是内敛 代表越危险 圣级战将 这时候也有人感慨 风天一脉大手笔 圣人令不说 居然还有一副圣级战将 这么一来 李长生在对方有了准备的情况下 破防都要多耗费五成力量 倒是小觑你了 你和一般初进地级的武者相比 未必差到哪儿去 这时候云灭开口了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失败找借口 捧了李老头一句 他有些失利了 话音未落 李老头只留下残疑 瞬间出现在他身后 再次持剑杀出 没有惊天动地的契机 没有太多的余波 越是如此 越是证明他的可怕 力量掌控度极高的强者战斗起来 双方都是力量内敛 有些强者做到了极致 连虚空都不会打破 因为力量全部内敛 一散的力量 不足15万卡气血的强度 破七破八的强者 有些人力量掌控度也极强 之所以破空 那是借助空间裂缝的力量杀敌 进行叠加 不代表对方一散的力量 就能打破七八重天 李老头不和他交谈 角度刁钻 诸天剑又是利器 殒灭虽然已经足够小心 还是防不胜防 被李老头虚晃一枪 一剑刺中了手肘 手肘附近无铠甲 战甲 也只是防御一些要害之地 全身甲对强者而言 虽然不影响什么 可高手过招 也容易出现撤肘 这一剑下去 云灭手肘不韦 瞬间飙射出一道金色血花 云灭有些怒了 力微不成反而被长生剑伤到了 愤怒之下 哪还有试探的心思 下一刻嘀喝一声 疯 就在此刻虚空中一道门户 瞬间凝聚成形 速度极快 光源一般朝李老头笼罩而去 疯源之法 这一刻不少古老圣人再次出生 疯印本源 这一点其实知道的人不少 灭天帝昔年也会 不过不出名 没办法 遇到弱的他直接打死了 遇到强的比如九皇 他用不上 唯一用得上的霸天帝 那也只是切磋 算是鸡肋战法 用处不大 倒是封天王在这一道上发阳光大 遇到童节武者 精神力比他弱的天王 也经常吃大亏 虽然很快可以破风 可瞬间的实力滑落 也足以造成重大影响 此刻 云灭动用了风源战法 显然是准备速战速决了 立威 地级熬战绝颠 哪怕杀了对方 也算不上立威 封印了长生剑 轻刻间斩杀对方 这才是强大 风源战法一出 方平脸色一变 喝道 小心 李老头迅速顿空 想要躲避 可哪能避开 下一刻 门户进入李老头体内 李老头脸色一变 气机瞬间滑落一大街 云灭手中此刻已经浮现出一杆长枪 冷哼一声 一枪朝他脑袋扎去 李老头急忙倒退 速度却是慢了许多 哪能比得上云灭 云灭长枪一枪扎来 虚空碎裂 李老头低喝一声 初见抵挡 云灭面露灭笑 你挡得住吗 初见绵软无力 他感受到 就在这一刻 那边天见圣人脸色再次一变 还没来得及说话 方平一刀斩出 非但如此 方平直接撕裂了虚空 一拳轰出 轻末出手抵挡 一声暴鸣传出 方平踩裂了虚空倒退数米 轻末直接倒飞数百米 撞到身后的飞船直接炸开 一些真神带着人迅速飞顿 可也有几个倒霉的酒品直接炸裂 彻底陨落 海鱼圣人刚想出手 风云几人赶到 方平也停手了 看向天剑 一言不发 眼神冷利 天剑有些憋屈 低喝倒 本作 他想辩解一句 老子没开口 可一想到辩解 那就觉得自己低人一头 冷哼一声也不再解释 心里却是愤怒 方平好生霸道 他们都是具备圣人战力 速度比李老头他们要快 电闪雷鸣间完成了一次交锋 其他围观的人都没来得及看这边 都只顾着看李老头他们了 而就在此刻 刚刚气势滑落的李老头 却是瞬间锋利如箭 眼神血亮 哪有丝毫萎靡的迹象 咱 今日到现在 李老头开口说了第一句话 云灭脸色大便 长枪已经扎出 来不及撤回了 李老头脚踩虚空 迅速避让 一剑刺出 这一剑速度陡然暴增 快的无以复加 扑吹一声 尿 云灭惨叫 急忙倒退 下一刻捂着眼睛惨叫起来 李老头一剑直接将他的右眼刺穿 疼痛难忍 非但如此 剑气还在他脑中爆发 更是刺激他的发狂 你 该死 云灭愿毒嘶吼 他居然被对方刺瞎了眼睛 哪怕可以恢复 却也是齐齿大辱 这一刻 云灭精神力爆发到了极致 一股强大的精神力瞬间席卷四方 一些九品强者距离得近 直接瞬间被震碎 方平瞥了一眼 有些无语 疯了吧 九品观战就观战 不离个几十里观战 就在这附近又没人庇护 这不是找死吗